各位观众 大家好 最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消息 周恒彤女士有很多宗案 其中一宗有关六四的上诉成功 我们都感觉宽慰 但是这宗案几乎所有人都预期律政司要上诉 因为影响不是他一个人 他类似现在判过 好像那个地方法院的法官叫胡雅丽 大约都是他们判的 有关六四 很多人有事的 除了支联会好像是李卓人 很多人都是因此而被判入过的 有些人上诉有些人不上诉 但是因为那个层次是比较低 因为地方法院的层次很低 跟裁判司的层次是一样的 地方法院不是在裁判司上的 全部都可以上诉 但是现在这宗案要是上诉 那就是在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就是以一个上诉庭的角色处理这宗案 这个案变成了现在最高的权威竟然在居高法院的这宗案 就是说同类因为六四而坐监案 大家搞清楚 立法院不是每个人都在吸收一样的 当然最高级的那个叫终审庭 所以律政署应该是就法律观点也好 一定要上诉 当然周庸彤有其他案在身 是不是 有其他案在身 那他就未能够放着 他也很意外了 这次竟然这案子竟然可以打脱了 不单只是意外 我看那个法官张慧玲在判朝里面说 才是大件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读法律的 我这些是比较敏感的 对于这些法律观点的东西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假设法庭已经投了行 这些案子都是闭上眼判他入了 但是似乎这件案 就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意外 而我们当然很希望这个意外 就是真的 而是会从此令到六四被人抓 要坐牢的人得到较好的结果 张慧玲在判池里面 这件案初步的法庭的报道 我们要等久一点 等他那个正式的判池就研究一下 因为你律师也是 现在只是他口头上 在法庭里说出来他的判决的理据 对我来说是挺冷漠挺震撼的 因为他在判池里面说 除禁止集会中 警方是不同意有集会 禁止了 证据并没有显示警方有案 公安条例的主动责任 原来公安条例要求他有个主动责任就是 我不给你集会 他要给理由 还有他有个责任就是 有些东西我不方便给你 有些事不妥 例如可能附近怀疑有人集结 可能有其他人又煽动人来 这样不方便 但是他要有个主动责任就是考虑有没有其他措施 例如你人少一点行不行 或者我警力要怎么安排你限制 不要这么多人集会 或者附近如果一旦有人 你就同意立即解散这个集会 诸如此类 因为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集会是人权 很简单 而中国签了人权公约 香港签了人权公约 人权公约写在基本法里面 写在国安法里面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顾人权公约里面的基本原则的标准 基本标准原则大家不用问都知道 常识知道 是吧 集会自由是人权 但是首先了解这件事情 它是有个责任 无论是律政司 无论是警方 无论是法庭 都要有个责任问 现在你说这个集会不同意 但是你有没有方法容许和便利集会进行呢 初步我们当然只是根据新闻报道 不是张维宁的判词里面写下 但是它就很清楚说有按公安条例履行主动的责任 就考虑有没有其他众司容许和便利集会进行 而因为没有证据显示 即是警方有做过这个步骤 总之不给你 你变成我不给你集会 那就违反人权的 我不是喜欢不给你不给你 第一 我要有理由 第二 我要如果这样不方便给你集会 我要安排一些东西 让你可以做到集会 起码我要做这个步骤 或者你说不方便做不到 那你也是一个理由 但是它是没有做到这个程序的 没有考虑到是不是有其他措施容许和便利集会 那上诉委员会和原審裁判官呢 虽然考虑接受疫情考虑是发出禁止令的原因 但是因为没有考虑其他措施条件的可能性 由于它方便能确认禁令的合法性 那就已经不合法了 禁止你就会 而不提出合理的理由和提议你怎样应对一些 它认为有问题的事情 而我作为警方怎么安排 比如我限你四个人 你如果限这个集会 因为防疫的问题 我限你一定要1.5米 你间开坐 限着你不可以有太多人 但是你不是 只是不准集会而已 那它依然在集会 因此呢 虽然它是集会 叫做违反了你的法律 但是呢 你这样做呢 就是未能确认禁止令的合法性 你禁止的合法性 故此 即使周恒同呼唤其他人到维演集会 也都不熟患犯法 这个更加令我惊讶了 张慧玲 很客观 不是我的观感 别客观 很直接 张慧玲是男的 是不是国安法法官 我一时就查不到 包括裁判官陈慧玲 都是普政府的 不喜欢勇武抗争 我们叫钉官 看回他1月4日裁判官周慧玲 决定他有罪的时候呢 就是呢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说的 听了周恒同的陈慈求情之后呢 判他入月15个月 这样就相当是严厉啦 当然 就是 这样的做法呢 认为周恒同就捍卫言 就是继续讲话 这样 他在中间就讲六四 而那个官就不让他讲的 就说这个是政治 但是呢 周恒同就说 我说的话是法庭审判的文字 都不会停止我写作的理由 捍卫言论自由呢 就是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讲话 他指他在立场庭刊 他上高写了一篇文字 而因此呢 就说他煽动那些人去维园集会 这个也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啦 但是这个原審法官就闭上眼就判了 而且不让他谈六四了 说他宣洩政见为理由 就说求情乐阳和本案没关 周恒同当时就大声反驳 本案的发生的原因就是六四不是一个政治宣洩的问题 于是旁听鼓掌 结果要抄下三个人旁听的身份证 应该是没有下文的 看不到有其他事发生 可见这个官呢 相当不管那么多就判了 我们当然看到这些一直都很愤怒啦 还判了他十五个月这么大的事情 他只是在英国在文字上写了一篇文章而已 但是现在呢 现在呢 张慧玲这个法官呢 他的判词里面呢 说的是另一回事来的 另一件事 已经不是谈他有报文是煽动人去集会啊 这样那样 而是说呢 你根本禁止集会是不对的 如果这个理据是成立呢 因为禁止集会不对 所以人家写文呢 都没错 这样的邏輯的 那如果这个逻辑是怎样呢 那就很大件事了 因为很多同类案件是胡雅文 是吧 判了六四集会很多人 因为六四集会而要坐牢 有些人坐完了 坐完了他都可以继续要求上诉的 是吧 要求上诉 因为有一个新的法律观有新的案例 要求平反的嘛 这样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 那我相信还有一些还没判 或者没告 或者没认罪 诸如此類 或者有些认罪判了又想上诉 那这些全部要 就算不是 以后又怎样呢 那我明年六四 我都根据我引用这个法官 张维玲的判词里面说的东西我就呼吁人去迷苑了 那就要警方给个理由 为什么不方便那些人去迷苑 不安排令到那些人去迷苑 是吧 是官方的责任 你不安排就不能够说我叫人去迷苑不对 这个判词就是这么说的 我理解如果没错呢 我就抄他出来 我到时就呼吁那些人呢 警方如果给不了理由 理由权去的 根据这个案链 这个影响是不是大呢 绝对大 非常深远 在这样的背景之后呢 所以我们又不要太高兴了 这个法官忽然正常而已 如果用我的语言来容 因为你看过裁判官就很不正常了 这样的逻辑去判案 而这个官呢 叫做是正常了 张维玲 我们近来看到很多案 我在其他的视频短片都会评论其他案 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呢 就是呢 现在特区的法官呢 最近呢 似乎是回复了一个法官应有的逻辑 和对程序的尊重 对法治的尊重 似乎是出现这些事情 包括有些是保释 也都包括有些情况是人大释法那里呢 就是呢 企硬呢 去到终审 都企硬是说要准许这个 这个基本法35条容许的公民有权 找他选择他自己的律师 这个是这样的原则 企硬了这些原则 而人大反而去好像不是很想释法那样 那我们在其他视频呢 再继续探讨呢 为什么法庭有这个改变呢 如果这个改变是真的话呢 那很多国安法之下的案件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案件的证据是不清楚的 包括周幸彤这几件案的理据也都不让人信服的 我作为讀法的人 我有法律学位 三个法律学位的人呢 我有权批评 你们未能够让我信服 我认为你们是很不对的法官 是吧 那幸好今天看到呢 法官好像忽然间正常一些 那我当然是善良地希望 那些法官是继续正常下去了 那作为我小小总结 那这条视频就多谢大家耐心听完了 那我们下一条视频呢 就再打一条政论的视频我们再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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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